學術會議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 如果沒有辦法唱首預言 讓我們留下一點遺憾 人生本來就充滿了遺憾 那我們是不是這樣就說 等一下大家也很難開放討論 我們就請他們四位簡單的回應一下 我們湯主任這邊一直過去 好 剛才吳教授對我的提出 提出來幾點評論 我想這裡做一點解釋 我這個提問 原來是講軍事化的極其影響 但是後來增加了動漫 所以這本身的等於兩個層面 一個是動漫跟軍事化的影響 這包括到後來的這個 在海外華人的設立等等 不完全是說 純粹受到軍事化的影響 還包括整個社會的大變動的格局下 所產生的影響 那吳教授也跟我指出來 就是說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格局 那最後一段是提出來的 關於什麼東西 當然到最後這個文章 因為我會講到什麼 這篇到要我寫論文 跟到整個論文時間的交錯 大概只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給我 所以我這個是一個 是拼命有時候熬夜寫出來的影響文章 所以到後來可能比較松散一點 但是大體上我的構思是這樣 就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格局 最後一段是提出來的 大體上就是說 它是往海外發展的時候 是跟著殖民社會的建立 而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 所以這個是跟整個西方社會 在東南亞的殖民社會 這樣跟華人社會相互的合作所建立起來 那個意思也就是說 你雖然殖民社會它是以西方為主 但是沒有東南亞的 沒有閩南人為主的這些華人 在各個殖民 重要的殖民點上 它提供資金跟人力去 它沒有辦法建立這麼一個 西方後來資本主義的環弄的興趣 所以它這整個是一個經濟力量在推動 當然這個華人的社會 所以當地在殖民社會下均不高 可是沒有這股力量設完 沒有辦法建立 同時這個 這個整個背後推動他們 往東南亞去的這個一個 最主要推動力量 重點就是說 從明朝開始 葡萄園來了以後 開始大批地往海外去發展 這個整個力量是宗族 它本身所轉型的一個 推動他們向外去發展 不一定是完全是這個 考慮到捲舍化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稍微解釋一下 好謝謝 我們就依序 兩分鐘以內 好不好 謝謝 非常感謝我這個 吳東銘教授 我想我非常高興得到 吳教授的執政 因為吳教授本身就是冰籃 冰籃魚至此 所以他對於冰籃魚的華人社會 相關來講是非常熟悉 所以相對於我這個冰籃魚的女婿 可能對這個 除了對太太比較認識以外 對這個娘家 可能還要繼續去努力 那當然 針對剛才吳教授提出幾個問題 當然我想是非常有幫助 對我在日後這篇文章的修正來講 是有很大的一個參考 當然稍微回應剛才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人口的這個調查 當然我想這個在我看了一些答案 那有的時候 他是有把這個圖繩化的 是有調查出來 那有時候是可以有 所以剛好對這個 台料引用到的這一條 可能是把那個沒有的部分 當然吳教授提供這個 我想現在需要修改的時候 我想會把整個的這個人口 調查的這個重新再翻查一遍 這是做的補充 第二個是關於說 一組六年代的那個 這個轉變的就是權益的 從這個原本福建邦 是獨大的一個 怎樣會到六年代一個 這個會有這樣的轉變 在文章裡面的一個敘述 比較不充分 所以當然也藉由這個 評判的時候 就稍微做了補充 當然我想這個也 會在未來的這個修改的時候 會把它加強 就謝謝這個吳教授提出 那第三個是關於那個邦聯 或者是廣邦這樣的一個 這個概念的討論 當然我想這個 也感謝一個吳教授提出 就是說陳建宏老師的 在這方面的一個堅持 或是整個看法 當然我想這個也是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種討論 或者是在這樣的文章裡面的一個提出 我希望是說以後 如果是陳老師 當然有機會我會去找陳建宏老師 會對談 當然我包括吳教授也是一樣 吳教授也是研究著 這個方權政治的這樣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以透過這樣 我們繼續討論 所以對這個冰南語華人 或者不只是冰南語 我想應該有更大的一個認識 那我想去談 真的謝謝